作者 莫莫 眼波人 巨武巴雅之蛙 一件寻常的地堡 基本上可以卖个1500万到2000万上品元金 若是防御地堡的话 那会更高一些 足有两三千万 而这飞红莫龙甲 虽说是地级中品防御秘堡 却有些瑕疵 在价值上 介于防御类型的地级下品和地级中品之间 3500万差不多已经到底线了 更何况这样一笔庞大的元金 也不是随便是谁都能拿出来的 几个月前在刘颖城中的那场拍卖会 道场的地尊经们的身家大多都是一两千万 很少有3000万上品元金以上的 所以杨开几乎可以肯定 这3500万的价格足以盖观定论 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副拍卖时观望片刻 觉得没有人会再出嫁了 立刻高声喊道 飞红莫龙甲 3500万上品元金 还有没有更高的 没有更高的话 此甲就属于天字三号房的朋友了 数了三声 美副效望着杨开所在的方向说道 恭喜天字三号房的朋友 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古怪的感觉 这压轴之宝 本应该由那些帝尊经们杀得你死我活 难舍难分 多次竞价才会尘埃落定 却不想被这天字三号房这人 快刀斩乱麻 三下五出二的就拍走了 大多数准备参与其中的人 甚至都没来得及 报一次假 只看了个热闹 主持过这么多场拍卖会 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 三号房的这人 果真是个超级大主顾 若是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认识一下 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可能 最后一件保甲尘埃落定 这一次的拍卖会就算是完结了 大厅内的舞者们纷纷起身朝外行去 还有些目眩神词之感 包房内的帝尊经们 也都在婢女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间 通过密道离开 三号房中 杨开静候了片刻 敲门声响起 杨开应了一声 房门立刻被推开 一个婢女带着两个壮汉 抬着那口金铁箱子走了进来 少亲迎获良起 另有人引着杨开朝密道行去 这也是拍卖行 保护客户的一种手段 免得有客人拍了好东西 却被仇家给盯上 紫园商会拍卖行的密道多达数百 通往枫林城外各个方向 若不是事先知道方向的话 是不可能追踪得上的 杨开虽然不怕什么 但也没有拒绝这个安排 很快在那婢女的带领下 便走进了一条地下庸道 天字九号房中 古红敲门而入 正在闭眸养身的乐东正 睁开眼帘 金光一闪 嘴唇开合 传音问了一句 古红难言脸上的兴奋至极 快速回了一句 乐东正起身 大袖一甩 飘然离去 古红站在原地想了想 竟也鬼鬼祟祟地跟了出去 乐东正是什么秉性 他再清楚不过了 这个叫杨开的家伙 身价居然如此富有 是他之前没能想到的 乐东正真要是得手了 他可不相信对方会信守承诺 分五成的好处给他 所以还是自己去盯着 比较妥当一些 等乐东正得手 自己去抓个现行 想必他也不好否认 这可是关系的 好几千万尚品元经的大事 古红怎能不上心 做成这一丹 他也无需跟康斯然争抢什么了 随便去个什么地方 一辈子都无忧无仇 约莫一展插后 杨开与秦宇才从距离枫林城五十里的一座小山山腹之中走出来 抬头仰望月朗星熙 辨认了下方向 杨开地缘一催便裹着秦宇朝一个方向持去 不大片刻功夫 两人便来到了一处山岗之上 俯瞰之时 下方汇聚了不少人 似是察觉到有人靠近 那些人都抬头望来 建议到刘光朝这边积舍 纷纷露出警惕之色 秦宇高呼一声 秦朝阳听到声音 呵呵一笑道 不用紧张 是杨老弟和玉儿来了 刘光落到众人面前 果然露出了杨开与秦宇的身影 目光一扫杨开道 都到齐了吧 他在去拍卖会之前 就给张家发出了讯息 让张家的人到此地与秦家会合 此刻看来倒是一个不少 张老夫人道 张家本就没有多少人 之前几日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杨开一道讯息发来 立刻便可动身 秦家这边也是如此 连那地气 秦朝阳都想办法给卖了 族内所有人脱家带口 齐聚于此 两个小家族 人数加在一起 差不多有150人左右 实力也是良有不齐 最高的也就是道远两层镜的秦宇而已 其他的虚王镜 反虚镜 甚至连圣王镜 入圣镜 超凡镜都有 姐夫 我们真的要去北狱吗 张若宇跳了出来 小脸上又是紧张 又是期待 长这么大 他还真没出过远门 这一次出远门 居然要去那遥远至极的北狱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狱人 对北狱那可是极为陌生的 姐夫 秦宇一呆 顿时有些心乱如麻 神色落寞 谁是你姐夫啊 小丫头 别乱叫 杨开脸一黑 宁苏婉也喝倒 若宇 退下 啊 张若宇 撅了撅嘴 站在一旁 闷闷不乐 抬眼间 与秦宇四目相对 露出小虎牙微笑道 秦姐姐 秦宇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 若宇妹妹 人都齐了 那边走吧 杨开招呼一声 若是他一个人 用不了两天便可赶到千叶宗 但带着这么一大批实力良有不齐的人 估计最起码也要走半个月的时间 话音才落 杨开忽然眉头一皱 心有所感的朝身后望去 只见天际边一道流光迅速迟来 瞧那方向似乎就是冲这边来的 秦朝阳和宁苏丸等人显然也发现了顿时都有些紧张起来 尤其是秦朝阳 毕竟前两天杨开在秦家得罪过新神宫的弟子 万一来个新神宫的强者 秦家可就完了 你们先走 我随后就来 杨开神念扫出时已认出了来人到底是谁了 冲秦章两家吩咐一声转身等候 哪边走 秦朝阳问道 杨开指了个方向 杨老弟你小心一些 秦朝阳叮嘱一声 冲宁苏丸微微汗手 两人立刻带着自己的家族的族人朝前方持去 这个时候留下来只会拖杨开的后腿 所以两人也是当机立断 眨眼功夫一百多人便渐行渐远 片刻之后 那流光轰然落下 光芒收敛 露出了一个半打老者的身影 乐门主 这慌慌张张的是想去哪里啊 杨开微微一笑 望着追赶过来的乐东正 乐东正眼中寒光一闪 冷哼道 明知故温 眺望了一下远处 行去的两大家族的人 乐东正道 这些都是你的人 不错 杨开焊手 乐东正明笑道 很好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老夫会将他们屠杀殆尽 杨开微笑道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命活到那个时候 乐东正眼帘一眯 小子口气倒是不小 你觉得你能胜过老夫 即便杨开的修为与他相仿 乐东正 乐东正也没怎么将他放在眼中 同为帝尊一层镜 可他在这个境界上轻吟了百年时间 岂是寻常阿猫阿狗可以相提并论的 哼 坐井之窝 观天如景大 杨开 毛都炸了起来 他根本没发现 杨开有什么动作 居然就这么贴到了自己眼前 那一双近在咫尺的毛子里满是不屑和讥讽的神色 让乐东正一颗心如坠九云之地直往下沉 本能的催动地缘 同时脚步一挫 想要远离杨开 可乐东正却惊骇地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闪烁腾挪 杨开居然都如复古之躯一般摆脱不得 一只手掌印在乐东正的胸口上 杨开满眼的绩效化作冷烈 死 古红一路追来 马不停蹄累得气喘吁吁 他只有道元森曾经的修为 比起乐东正要差了一大截 速度上自然是有所不如 若不是早知道杨开走的密道通往的方向 只怕也不知该去何方追踪 赶到地方之后 古红立刻找了个树丛隐藏住了身形 同时收敛自身的气息 举目眺望 没有任何打斗的身影和能量波动传来 难不成乐东正这么快就解决了那小子了 不应该啊 自己也是前后脚追出来的 就算乐东正实力不错 那小子也是个帝尊敬 好歹也能坚持一会儿吧 要么是转移了战场 古红觉得这个可能性巨大 或许是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正打得难解难分 此刻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好能拼个两败俱伤 让自己渔翁得利 若有机会的话 他不介意来个黑吃黑 将杨开和乐东正一锅端了 古红心中幻想着忽然一丝淡淡的血腥味 顺风飘入鼻尖 清秀一下 脸色微变 在抬头瞧去时 只见在那月光之下 距离自己摆帐处的地面上 似有一人横堂 这是 古红面色一凝 运足了墓里 那横堂在地上的人脑袋微偏 正好面对着他所在的方向 可以让他将面孔看得清清楚楚 乐东正 古红吓了一跳 几两股一阵寒意滚过 打了个机灵 与他前后脚离开紫园商会拍卖会的 断月门门主乐东正 此刻居然浑身是血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生死不知 死掉的可能性巨大 因为古红竟然没察觉到任何气息存在 浑身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僵硬在那里 好半场不敢动弹 乐东正可是老牌的帝尊一层镜啊 传言他随时都可能突破到帝尊两层镜 这样一个强者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 什么人干的 明明前一刻他还活蹦乱跳 一副要找天子三号房那小子报仇血恨的样子 怎么现在就跟死鱼一样了呢 古红许久不敢动 生怕附近还有强者藏身 自己这一动只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但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也没有任何异常 古红这才壮着胆子站起身来 一步步警惕地朝乐东正那边走去 不大一会儿来到乐东正面前 古红望着他惨死的模样 面上一片凛人 一招 乐东正是被人一招灭杀的 那胸口处还有一个清晰的五指印 胸膛完全塌陷 口鼻之中还有未干涸的血迹 那瞪大的双眸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仿佛在临死之前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古东 古红吞了口口水 乐东正这样的强者 在他眼中可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能一招将他灭杀 那杀他之人到底有多么强大 不管是不是那天子三号房的小子动的手 总归跟他有些关系 风铃城不能再呆了 若是叫那小子查出来 是自己泄露了他的行踪 自己的下场怕好不到哪去 浑身打了个机灵 古红朝乐东正的手上瞧了一眼 并没有看到空间界的踪影 想来是被杀他之人拿走了 不敢再有什么停留 催动原理 身形化作流光 急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两百号人的速度比杨开预期的还要慢一些 一路走走停停 十天功夫才走到差不多一半的路程 好在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若是平时 这样一群人行走在星界中 极容易被一些心怀不轨的武者给盯上 但有杨开坐镇其中 敢来打野食的家伙都死得极彩 骤然离开了世代繁华生息的土地 无论是张家还是秦家的人都有些畅然 年纪越大越是如此 倒是那些年轻人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尤其是张若宇 一得空便围着阳开问个不停 随便什么奇人意识都能让她乐个半天 这丫头的性格与若曦截然不同 活泼好动 好像有撒不完的经历 问不完的问题 杨开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耐烦 正好也要跟张琴两个家族的人 介绍一下北玉和自己宗门的情况 所以张若宇有问他就答 渐渐地让这一百多人 对北玉和灵霄宫充满了向往之情 如此这般 足足走了二十多天 一群人才算是来到了千叶宗的旧址 金兹带着两大家族进入地天谷小天地 来到那山谷之中激活空间法阵 让一百多人分成好几批 一一传送到了灵霄宫中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